衍生室內,跑步機可以說是常備的運動器材 但它過去曾經有過一段黑暗歷史 1817年,英國工程師優比特 在監獄見到一班囚犯無所事事 於是設計一套機器逼他們勞動 囚犯就是這樣站在巨型穩筒上 好像踏樓梯般不停踩 這就是跑步機意念起源 折磨人的除了是體力勞動,更是無窮的苦役 當時囚犯一天踩至少六小時 相當於爬升最多四千多米 過爐加上營養不良 最終很多囚犯累死或病死 這行刑罰去到1902年才在英國廢除 二十世紀初,跑步機被重新塑造成健康的運動器材 推出市面,掀起跑步潮流